哈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想谈一谈春种早期的浇水的问题 今天呢是一大早我就赶快起来给我的这些菠菜呀 种的这些菠菜还有一些菜赶快浇水 冬季因为冬季呢很多地方都不能种东西 而我们呢还可以种一点东西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开春就心情特别的激动 就赶快买了各种各样的这些植物啊蔬菜水果 就赶快水果树就赶快种在地下 希望它赶快长出来长得快快的 给我们开花结果达到你的这种梦想的结果 那个这个时候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防止 就由于过度的这种这种愿望和这个 那么而被这个过度的这种 这种热情或者愿望可能把 而把你的这个植物呢 浇水给浇死了 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 最主要的是要防止一个东西就是说过度的浇水 那么很多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植物呢 往往就是被 a cup of canis 被杀死掉 就是在这个时候会经常发生的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a cup of canis 意思就是说一辈子热情而把你的植物给杀死了 那么我们主要的要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过度的浇水 那我们怎么样来知道 可以知道我们是浇水浇多了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叶子 叶子呢 就是出现了这种枯萎或者是凋谢的现象 那么枯萎和凋谢的现象 当然我这个地方没有 枯萎和凋谢的现象就是说 比如说 我就拿我这颗西红柿来讲 那么这个西红柿 它的树干呢 现在都直直的 你看它都直直的 都很好 那么浇水多了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 它直直的这些 这些枝干呢 就开始突然的就变得这样 搭了着头 这些枝干呢 就全都搭了下来 然后那个叶子呢 本来是敞开的 平平的 然后它们去 叶子就这 就就就就弯下来 卷下来了 就这样搭了下来 就像搭了头一样 这样搭了下来 那有的叶子呢 就掉下来了 凋谢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说 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你浇水浇多了 我们有的朋友一看 哇 我的这个植物怎么 突然的这个叶子 这样搭了下来了 然后这一叶子 本来直直的都搭了 卷起来了 要凋谢了 有的时候它马上缺水了 赶快它给它补量 给它补水 给它哐哐的 给它浇 最后的这一浇呢 也就等于你的这个植物呢 还在挣扎的最后一传 在最后挣扎的传 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你又给它补了两枪 那么有的植物的这个枝叶呢 它不是表现在搭头了 搭了头了或者卷叶了 而是表现在 就是在这个tip这个地方 比如说在这个tip这个地方 它一开始出现一些 这个棕色的颜色 或者是烧焦的 burn这种颜色 而在新的 你要看新的 新的叶子呢 如果也出现这种 烧焦的现象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它 浇水浇的太多了 这个浇水浇的太多的时候呢 它往往都是牺牲一些老的叶子 就是这个树它非常的smart 它就是保护它的新的孩子 下一代 它为了生存下来 它要就是把老 保护这个新的职业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老叶子 开始逐渐地变得棕色 有棕色的现象 有烧焦的现象出来 而新的叶子还没有 如果这个新的叶子 也出现这种 烧焦的情况 这样就是一种 就是严重的 浇水过多 当然有些植物呢 它不是表现着 在这个tip上面 在这个叶的 这个角这个地方 出现问题 而是它表现出一种 就是掉叶子 就是整个的叶子就掉下来了 开始就掉 不该掉叶子的时候 开始掉了很多的叶子 那么就也是一种表现的 就是过度浇水的现象 还有一种现象呢 就是出现一种病 叫做edema 就是出现一种病 这种病呢 就叫浮肿 那么浮肿呢 你想想 人如果说是喝水 喝多了 很多喝太多的水以后 就会身上有浮肿的现象 那么植物一样 有浮肿的现象 那么浮肿的现象 我的这些植物 都很少能找到 我就说吧 就举个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个叶子呢 我们会发现 它在叶子表面上呢 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斑点之类的 甚至像晋体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是一种浮肿的现象 如果说是你要反过来看 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像这样的情况 就属于浮肿 那么浮肿呢 那么这个浮肿呢 像我这个浮肿现象呢 它就是 就是气泡 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 叶面的表面呢 就发生一个一个的气泡 如果你用高 高位的纤维镜去看的话 就是一个个的泡出来了 就像水泡一样就出来了 所以它造成它这个表面呢 就出现 这个凹凸的现象 那么这样的现象呢 往往就是 叫做浮肿 那么浮肿现象 有的是表现出现白点 那么有的是表现出现黑点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有 比如说桃树 刚看到桃树的表面 叶面呢 出现凹凸不平的这种现象 卷叶子 或者中间出现很多的这些 白的东西 那么这个往往都是 就是说 它是有这个浮肿 就是水浇多了 那么往往有些植物呢 它是确实是害怕水 比如说这棵橘子树 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雨季 雨季呢 所以比较太多的水 那么浇了以后 它就开始浮肿 那么浮肿以后呢 这时候呢 它的浮肿现象 你会发现 这个浮肿现象呢 是从底下往上发展 而新叶子基本上 没有浮肿现象 而老叶子就出现浮肿现象 那么这种现象呢 它就是为了 就是舍掉 就是把老叶子抛弃掉 然后新叶子呢 它会保存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 它能够生存下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树呢 上面它亮亮的 没有任何浮肿现象 而这个下面呢 这个出现 就是由下而上的出现浮肿现象 那就是indicate什么呢 你这棵树呢 就是浇水太多了 那实际上我并没有浇水 因为这个树 在这个雨季的当中 它会出现这种现象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 你不用worry 它就很快就会过去了 如果干燥几天以后 这些老叶子上面的 这些东西呢 会逐渐地去掉 消掉 或者是掉下来 然后新的叶子出来以后 就会没有附种现象 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fungi 就是真菌 你看我这棵树 它就出现这种白毛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真菌 fungi 那么fungi呢 它往往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 就是往往会杀死 这棵树如果太多了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fungi 你一旦发现有fungi的这种现象 就把它怎么的拿走 把它摘下来 那么这个fungi呢 往往也是一个killer 你看有fungi以后 它就会有什么 有这个害虫 你看一个小虫 虫趴在那个地方 所以往往就是有fungi 就会有虫害 那么还有一个造成这个 过度浇水的现象 就是 表面哈 你看这个 太干燥 好像很干燥 但是实际上 底下的这个水分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颗 我们真正的要看的话 就是说 我们把它伸进去 伸进去以后 我们打开它 打开它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底下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 是很湿润的 很湿润的 但是呢 它表面上表现的就是非常的干 好像挺干燥的 底下实际上是很 很湿润的 那这实际上并不缺水 但是呢 就是我们看到表面有干燥了 就觉得它缺水 但是实际上底部 根部并没有缺水的状况 那所以说呢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要是太多的浇水了以后呢 就会造成这个根部呢 进行腐烂 那么根部腐烂呢 因为太多的水分 而这个水分呢 它就阻挡了这个 因为水分多了以后 它就阻挡了空气的进入 那么空气进入少了以后 这样的话 它这个底下的根部呢 就没有得到充足的氧气 而不能吸收到它所 这个土壤里边的一些氧气 而所以它就会出现烂根的现象 那么烂根呢 一旦烂根以后 它就会发生呢 就是有针菌 因为烂掉嘛 烂掉东西一烂掉以后 它就会发霉 发霉以后就开始有针菌 而那个针菌呢 就顺着根部的这个毛细的 这个血管 毛细的这种根部呢 吸收到树里边 然后在树干里边 然后它就逐渐地往上升 升到你的这个枝叶当中去 那么所以说 你枝叶就表现出 各种各样的情况 表现出烂根的情况 同时呢 也是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烂根了以后 而树的这个枝叶的 它需要一定的根 来吸收营养 烂根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 它就不能够吸收 没有充足的营养提供了 这样的树呢 就开始凋谢和枯萎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 各种各样的这个浇水 的这个过度浇水造成的情况 造成的这种状况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 正确的浇水 让我们各种植物需要的水分呢 是恰到好处 不要称死也不要饿死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根据这个植物的品种 进行浇水 各种品种 比如说我们说黄瓜 我们这些黄瓜瓜类的 这些植物 那么在一开始的 生长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不需要太多的水的 如果你要浇多了以后呢 它们就会烂根 出现烂根 就会死掉 我们这西红柿 它在生一开始的时候 那根比较小的时候 你浇水不要太多 等它长个 长块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要保证它的水分 一天浇一次都可以 那么等它已经开花了 你看我这个西红柿 已经开花了 那么等它开花结果 就是进入了开花结果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浇太多的水 如果你浇太多水以后 它花很可能就过早的烂掉 或者是就因为它生长太快以后 然后营养不够 然后它就会 这个花呢不做果 然后你就没有西红柿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等它已经开花进入 这个开花结果期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水分 尽量的减少它的水分 比如说像 从那开花结果期的以后呢 你就大概两天浇一次都可以 两三天浇一次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些油菜和白菜 那么已经长这么大以后 它就不需要太多的水 如果你要浇太多了以后 它就会出现真菌的状况 那么还有这个韭菜 我们这个韭菜已经昨天割掉了 然后这韭菜呢 它就需要水 每天都浇都可以 就是说它就需要水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的生长很旺 春季以夏天 它长得很旺 它就需要很多的水分 然后你每天都需要浇 都浇的很多 特别是夏天 它都不会出现各种浇水过多的现象 因为它的水分蒸发 以及它生长很快 所以说呢 这个不会出现这个 如果在这个秋季和春季的时候 或者冬季的时候 如果你浇水过多了以后 这个韭菜 它本身长得很慢 然后如果你浇水太多了以后 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 比如说牙虫病啊 各种牙虫病啊 还有黑的那种 小黑虫子啊 或者是 因为它不能够 就是不需要太多的水 你给太多了以后 这时候它就一些真菌就产生了 那么还有一些害虫 它就会滋生在一起 因为它有糖分 所以说呢 它就会滋生出来 很多各种各样的害虫 来把你的 甚至把你的这个韭菜呢 全部毁掉 像这棵莱蒙树 还有这个橘子树 还有我们的这些橘子树 莱蒙树和橘子树 它们现在呢 就是在开花期之间 那么开花的时候呢 我们就基本上就不浇水 没有水 不给它水 因为最近下雨 也下的特别多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等着它做果 那么等着它一旦做果以后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必须给它大量的水 那么所以说呢 现在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在雨季的当中 我们根本对这些果树呢 就是不给水 不浇水 那么如果你给太多的水 那你就是个mercy killer 就是像仙人长一类的 像这样的一些 多肉型的这些植物 实际上 你就根本就不需要浇水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一种 沙漠的这种状态 长的这些植物 所以它们抗旱性很强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需要浇水 你如果浇多了 它就会烂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季节 现在是雨季的时候 如果要是雨下的太多了 你就不要浇水 如果继续浇水的话 那就会造成这个 它的根部就会烂根 但是有的时候 你也不要指望着雨水 比如说那个雨下的 就很少 只是表面湿的 那底下根部并没有触及到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需要浇水 再一个就是我们浇水的时候呢 一定是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浇水 可不能在中午头的 大太阳地的时候进行浇水 因为你这个时候浇水以后呢 它的这个就像人一样满头大汗 这个时候呢 你啪气给我浇一盆子凉水的话 就很可能会感冒 那么实际上这个植物呢 也是这样 如果就是你给它 它正在正旺的时候 正生长期的时候 你突然一下子 然后来一些水 它就会造成了 它的这个表面 页面呢 会有灼伤的情况 因为我们这个水啊 浇在上面以后 它都会形成一个一个的球 知道吧 那一个一个的球呢 它实际上就是有一种 从光学作用来讲呢 就是太阳光照着以后呢 它会形成一个焦距 而这个焦距呢 它会直接浇在这个 你的这个叶面里边 还灼伤你的这些 这个叶的表面 所以说呢 我们就像 所以说呢 它就会造成这个 枝叶的这个表面的灼伤 一个就是我们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浇这个根部 就是浇根部 而不是去冲刷它的叶子 除非叶子有病的时候 我们去冲刷它叶子 而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浇水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浇西红水 我们需要浇根部 但是不要把它的根部土 给它裸露出来它的根 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浇树呢 浇各种东西都是浇根部 再一个就是我们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慢浇 让它叫deep water 就是说我们慢浇 慢浇的时候呢 它的水会渗到底下去 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水啊 它很快的就渗到底下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水很快的就渗到底下去了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这个透水性很好 那么如果你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浇的水 这个水不是直接的渗出去了 而是流在往旁边去流动了 就是它的渗水性就是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增加它的渗水性 那么我们怎么去增加 这个土壤的渗水性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多用 这些much之类的东西 就是这些树皮树打成的这些 这些枝叶 枝干 把这些枝干呢 我们把它和这个土 掺和在一起 把它渗到里边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增加它的渗水性 那么逐渐的一层一层的 我们慢慢地把这些 这个就是增加一些冒气的含量 这样的话再把它进行翻涂 翻了以后呢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它的渗水性就变得高了 变好了 再一个就是我们浇水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去浇它的树干 要浇根部 而不是不去浇树干 因为浇树干以后 这树干里边往往水分过多了以后 然后会产生这个 往往水分过多了以后 它潮湿过渡 然后会有真菌出现 特别是如果这个地方有疤的话 树旁边有疤痕的话 如果它就更容易吸收水分 这个时候呢 它就很容易有一些害虫 或者是一些真菌的产生 所以千万不要浇树的树干 那么浇我们要浇呢 就要浇这个树的这个根部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春种浇水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方的连接键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